当我们这个文字记好了之后 我就说有时候你除了记文字之外 你也可以做拍照 或者录音 OK 那我们这边 像我这个地方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一个拍照的符号 但是有些人可能在右上角看到的不是拍照的符号 OK 所以呢 这时候这旁边右上角三个点点 你也可以下拉看一下 这边 来我看一下 来 好没关系我们先用拍照好了 来请看一下 我要照片要插在哪里 我先把它移到该要的位置 我把它稍微换航下来 假设我要插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选这个照相机 好 去点一下 这时候 你看 因为照相机 是启动 这个相机 好 我这边就按允许 好 那现在我就可以开始 来准备拍照了 我就可以把我要拍的东西 我可能先调好 好 然后呢 开始 那个什么 拍照 等一下我先 拍照 我用直的好了 好 来 按中间的拍照 拍完了 你有没有看到在最底下有一个了 好 我可以把它点起来 各位看一下 现在 这里 储存为相片 好 当然这底下还有一些选项 你要储存相片还是文字等等的东西 好 那我现在是相片 储存 来看一下 一则讯息就进来了 你看上面是不是我刚才贴的 或者是打的一些文字 下面要插入一张图 就插入了 插入进来了 我再做一次 这个 当然如果你图不要 你可以那个什么 这个 手去点那个图的最右边这里 去点一下 然后再按 删除这个 往前删除 那张图就不见了 好 所以如果你要插入一张图 点这个 好 相机起来 你去拍你要的东西 OK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其实有一个很智慧的一个方框一直在跳 有没有 有一个绿色的方 绿色的外框 他有时候会跳来跳去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 你看我这样倾斜了 他会去去瞄准 好 瞄准你的位置 好 这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拍名片 拍名片的时候 有时候你的角度没有正好 他在帮你调 好 他在帮你调 现在跑出广告出来 sorry 好 他在帮你调位置 你看他直接去侦测你的方框 大概位置是在哪里 好 你看他一直在侦测 好 那当然如果你OK的话 好 你要拍了 你当然可以是 点一下画面 然后按中间这个拍照 OK 拍照 好 他就到底下去了 当然如果你一直不确定 你可以多拍几张 哪一张要 我假设我是这张要 我把它点一下 然后呢 之后按右上角 储存 好 画面就上去了 有没有看到 可以吗 贴照片 好 来 各位试一下 贴照片的部分 谢谢大家